被称为非洲死亡之星的乍德 因为危险是有 每年来这旅游的中国人 以各位数为单位 那乍德的街头有哪些小吃呢 今天我们一块去尝一尝 今天在乍德这边逛一逛 恩贾美娜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肩好溜达溜达 肩好小吃啊 咋的随便吃一吃啊 这个地方太过于炎热 所以说每天只能日落什么出来 而且还有一点很干燥 所以说围个白头巾啊 这个舒服一点 而且隔热啊 不会中暑 乍德的首都恩贾美娜啊 走在街上就感觉很惬意啊 它不是那种大城市 所以说走在街上很舒服啊 就一个小上响小上响 转小上响走来走去的啊 我喜欢这种氛围 但是唯独不好就是这个气候啊 抛去气候一切都很完美 来点花生 深点啊 这边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可能经历过这个恐怖啊 也经历过这个战乱 所以说他们特别介意别人拍照 一举相机就很敏感 经常在街边看到卖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啊 就是当地人很多人在吃 一百一个 那天坐车就看到好多人在吃啊 笋 笋吗 不知道我猜的 好像拨不动了 那你就咬一口吧 马达 硬的 马达 帮你削一下 好吃吗 这个怎么形容呢 这个吃起来有一股这种食物的味道啊 具体什么食物呢 它是一种食物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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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我想的这种清碎的感觉不一样 就是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红薯啊 然后 然后 近于红薯跟黄瓜之间你知道你有感觉吗 就是红薯的黏腻感 一感配着黄瓜的嘎味脆 有一点点甜味有一丝丝的甜味 然后有一点点苦味 满满垫铺感 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填饱肚子的 就一个是很实的 看着是跟水果一样啊 马达姆把花生吃了好多 给马达姆多试点啊 马达姆切得也恨了灵魂啊 非常认真非常仔细啊 现在专注的眼神专注的人最迷人 我现在嘴里面要犯出口味来了 我那里有一个东西 马蹄 有点像马蹄是吧 有鼻息是吧 对 这口感很像马蹄 这边炸鱼 哦 贝塔快看 我刚以为炸鱼呢 这个是炸蚂蚱 哇 哇 哇 这个原料啊 这个 这个上面不光是蛋白质啊 蛋白质上面还飞满了蛋白质啊 这也不知道是养殖的还是逮的啊 这个数量可以 这个就很有灵魂 满满的蛋白质啊 不知道是啥味道 这边这个游泳的比较多啊 看这个头 嘴巴 还有是一个身躯啊 这个真的是 有点像这个异形 咋崩 嗯 达巴脆啊 尝一下啊 好多年没有吃了 感觉有点心比阴影啊 都像谁说是 有点像薯片 薯条 达巴脆 达巴脆 嗯 甜甜的 还要放 糖 还放下东西 甜甜的 辣嘴 辣嘴 辣嘴啊 好咸 所以没有肉啊 这上边 它就吃了个味儿啊 哎呀 达德的地方基本上在街上待一会儿就受不了啊 太干燥 太热 它跟这个隔壁邻国尼日尔可以说是非洲的亨哈尔将 觉得呆得最难受的国家就是这两国家啊 但是最奇特的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前两国家一个就是达德一个是尼日尔啊 你说这气候最难受的地方而且运势最难的地方反而人约能生这是为什么呢 来 搞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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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过来抓一把抓没了 这麻辣太油腻了洗下手啊 没水啊 一百两包啊 嗯 吃完这个麻辣来来这个正好这个东西解腻啊 嗯 酸酸甜甜三脚 这街号随时很多西洋啊 基本走个二十米就能看到一只 就这么多的塑料二十米一只走一百米五只 老子里有卖咖啡的啊 那是梗 那是梗 来一个多少钱 两块五 不是吧 两块五就有点贵了 嗯 专业的手法必须搅一搅啊 别地儿都一块钱哪有两块五的 你叫什么 这是拿铁 搅完之后二次加水啊 拿铁啊 嗯 这个铁值钱是吧 果然 两块五 Messie OK 在非洲路边摊和咖啡从来没有超过两块钱啊 一般都是一块钱 这是两块五看 尝一口值不值 哇 可以 在这边加奶粉所以贵啊 是拿铁拿的不是一般的铁拿的老铁啊 咋 这个拿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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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的老铁 老铁没毛铁 来个这边的袋子肉啊 这个肉的话是里面 灌在了一个包装袋里面 这个包装袋 我猜可能是 里边是这个铝箔的 所以它烤不漏 里面有汤汁 来一份 这是沙桑 什么名字 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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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牛肉啊 牛软 鲁鲁肉 反正这边牛肉跟鲁鲁肉分不清啊 鲁鲁肉比较便宜一点 我觉得它烧的这个东西很神奇 它不是碳 它是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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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拿什么东西的果实烤的啊 尝一下啊 哇 这个汤汁挺有味儿的 非洲带着肉啊 再点这个 这个小料 你看这里好多小蜜蜂 确实啊 这小蜜蜂有点多 赶紧吃啊 对是 你看小蜜蜂就吃完了 你看刚吃完就刮沙圣报了 外边就 全是 灰的全是沙子啊 歇会儿 歇会儿再走 来个非洲带着奶昔啊 这里面放点冰 放点香蕉 奥巴卡豆 放点sugar 它操作时候把发电机打开了 这个地方虽然是首都 但又有日常性的停电啊 这里面是来点糖啊 纯牛肉果香蕉汁 格局还来点奶粉 这就是匠人精神啊 用心的搅拌啊 哦 出锅了 看的卖相不咋好 黏黏的感觉啊 就是奶昔的味道 怪不得它那个奶粉可能就挺奶的 是吧 你看小蜜蜂还挺爱喝的 小蜜蜂爱喝 说明这个东西是吸引人的 当小蜜蜂都不喝的时候 说明这东西就这么好的 纯天然 我看一下一杯 有点贵啊 这还贵五块钱 别人要不要五块 一般三块两块的 是吗 可能杯子大吧 两个女果 还有奶粉 还有香蕉 还有冰 还有人工费 还有电费 本天还得给你洗杯子 现在说五块钱贵 锅总锅总锅总 来份儿鲁头肉啊 当地的这个日常的饮食 看我啊 OK OK 一份是五百 五百这么多啊 哇 这么大一件鲁头肉啊 往下片 一点点片啊 这点皮鸭子啊 隔绝啊 还来点酱油啊 这边的生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啊 没有牛肉那么难嚼 但是呢香味呢 不如牛肉那么香 嗯 比如鲁头炖汤呀 跟牛肉炖汤 你就发现这个牛肉汤不变香 鲁头味反而就差点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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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